一冠四 爽 再冠四 就这个游戏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的爽 你们知道吗 就爽 没有别的 就爽 欢迎来到最后的咒语 卢恩宝的矮人DLC 我是你们的策略游戏UP主 阿姆西 这个矮人DLC是最后的咒语 正式版发售一年以来的首个DLC 新品九折25块2 就这个价格吧 怎么说呢 某厂商一个DLC 能买它五个 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DLC里面包含着有三种新武器 其中这个战盾和小龙炮都非常的强 这个碧凯的话呢 稍微有一点感人 新地图矮人的卢恩宝 新种族矮人 独特天赋术 被动技能 发型和面容 新装备 实质徽章 带有新天赋的饰品 还有三种矮人最爱喝的啤酒 这个游戏呢 我之前是开过一个最高难度档的 但是没有打完啊 中道崩俗了 然后呢 我记得当时我就说啊 我下一个档呢 要玩一个无限制的仙照 那么现在它就来了 正好这次DLC啊 也是矮人 所以我们就来玩一个城防流 也就是把跟城防相关的这个仙照呢 我们全部点上 而我们人物的话呢 只点基础的几个加成 这样游戏的过程呢 会非常的丝滑流畅 爽度也有 而且呢 不会特别影响平衡 因为我们要玩最高难度 你们可以照着我这样点啊 可以达到一个敌方强度和我方强度微妙的平衡 真的很好玩 线念第一个 前哨之兆 所有的木墙血量加50% 包括路障 然后呢 再加40% 同时石墙提升20% 再来个堡垒之兆 木墙加60%血量 我不知道它这个能不能叠加啊 如果能叠加的话 那岂不是说我有1.5倍的这个血量加成 就仅限于木墙啊 石墙的话呢 是只有60% 同时防御设施呢 也会有50%的生命之加成 那也就是说 我把这些弩车啊 造在这个城市边缘 也不用担心被拆除了 围城之兆 所有类型的防御设施 造成伤害提升25% 陷阱技能得到升级 能作用更多目标 并且呢 防御设施技能也得到升级 高效陷阱之兆 陷阱有33%的概率啊 不消耗其次数 城镇房屋数量加一 生产建筑加二 然后呢 把这几个加农炮 避凯 还有战盾啊 都给它加上 点了这三个 我们方便展示新武器 包括这个装备 更高稀有度 更高等级啊 也给它拿出来 突旧之兆 腐烂尸体啊 自动产出一些资源 这个就不要了 提炼废墟尸尸体的 消耗工人减一 然后资源增加 这个意义不大 奖励物品加一 双新加一 英雄加一没必要 开局等级加一也没必要 耐心不需要 机会之兆可以来一个 拥有一次的免死 超载没必要 赤坛铁券没必要 药物投掷没必要 挖跳没必要 天赋没必要 这个可以来一个 英雄升级时出现罕见和稀有的属性 概率变高 它这游戏升级的话 给的属性特别随机啊 你每刷一次 虽说是能刷新 但是呢 可出现的条目也会减少 升级时刷新属性次数加一 拿一个 技能范围不需要 稳定性不需要 闪避不需要 就是我们人物的实力还是正常的 我们主要是把内阵方面的东西给他 拉到一个我觉得比较爽的这么一个层次 密中绿车加一个 这个挺重要的 不然老是miss 就他这个第二次版本我也就玩过了 这个第一关我就不下miss了十次 防御削减 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 也不点了 暴击是要的 剑加成 其他这些的话就不要了 佣命之兆是要的 这几个是我们玩这场版也是要点的 包括这个勇猛之兆 这个是提升伤害 这个是每天提升伤害 然后这个神速之兆啊 对于矮人来说还蛮重要的 因为矮人天生减两个部数 不过矮人有一个投掷技能啊 可以让队友把自己投出去 所以说还好 咱们点一个 再点一个 要爽就爽到底 对不对 然后是这个法力值 我这个自己玩的时候 第一关啊 这个法力就耗尽了几乎 然后到第二关的话呢 法力不足啊 让很多的怪物冲进了这个城市中 雪亮这个就不点了 行动力也不点 开局的材料 金币 金币材料 不点晴空之兆 好 上面这些的话 我们都不需要了啊 然后这边还有个弱敌之兆 这个不要 万贯之兆 来一个 开局一个英雄 不要 耗费降低 来一个 我就要造一个矮人的传奇堡垒 虽然说可能里面士兵呢 就不是很强 只是跑的比较快啊 然后有一些伤害增幅 但是城防 直接拉满 正常是只有8 我们是开了59 超了51 相信我 这么玩会特别的爽 而且呢 也有难度的啊 不要觉得没有难度了 这边直接最高难度 敌方生命值增加 规模增加 有迷雾 然后呢 金币资源耗费增加20% 所以说我们刚刚那个插槽啊 就只是抵消了这个而已 敌方移动力提升 并且所有的装备啊 都会有负面属性 应该是我们点了那个概率提升啊 所以说我们开局三个人 直接拿到就是三件新武器 绿色的战盾 有一个减闪臂的效果 加一个孤立无援啊 这个属性不怎么样 钢铁加农炮 哦 加17%的稳定性 还加15点护甲 这个可以啊 记得我们也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十字大炮弹 然后是火箭跳 八格范围的敌人啊 进行一个打击 射成三到七 砍击炮呢 也是个打拔 但是范围更远 而且能打出眩晕 最后一个末日审判 最多只能打五个敌人吗 射成三到七 哦 它是有多段攻击成三的 我说呢 过热 每消耗一点行动点和法力值 加一点热量 热量到达七的时候呢 它的加农炮技能啊 会消耗生命值 会自动释放火焰冲击 放完之后啊 热量减五 旅人碧凯 趁虚而入城一点五 冲击波 蔓延沉三 第三个技能 地质加农炮 是一个近战的魔法群伤 可以打十二个 精度不足 地震波 每使用碧凯技能 击中六名敌人 则下一个碧凯技能 获得百分之四十的伤害增幅 还有五点的范围提升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武器啊 就是这个战盾的技能 第一个突破 可以打五个 第二个是举盾 加四点格挡 然后呢也有伤害 但只能打一个敌人 移动长城 这是一个冲锋盾机 可以有一段位移 然后呢打伤害 并且降低敌方的伤害 苦痛之壁 哇 你让我想到了我们边缘世界的完美员工 苦痛之球了 一百二到一百五 打两边的敌人 最多打十二个 完美防御 英雄被击中时 其下一次的战盾技能 增加百分之八的天赋伤害 使用战盾技能 每消耗一点行动点 该奖励降低四 在敌方回合中 未被击中 也会使其奖励减半 也就是说 你拿盾的人不能点闪避 渔夫 趁虚而入 命中 减魔法伤害 生命恢复 法力恢复 暴君加物理伤害 但是减 法力值 蓝低了之后呢 有一个影响 就是我们点出这个血魔法之后啊 他转化的这个防御力会低一些 再配合这个吸血鬼啊 这样的话 他能扛能打 而且不需要考虑蓝的问题 他自己呢 是一个矮人 天赋呢 是八点格挡 十点的生命恢复力 减两点部数 然后还有个任队友的技能 看一下矮人的专属天赋 第一个是使用药物之后呢 加两个部数 第二个是试杀 单次攻击 命中至少五名敌人的时候呢 回复部数 还增加伤害 这个我们要点啊 因为如果你拿盾牌的话 他很多都是群伤 臭肌肉 变屠夫 但问题是 这里面并不给你抗性啊 让你没法穿衣服 只给你两点多的行动力 你确实输出更猛了 但是感觉很容易死啊 下一个就是你 每击中两名敌人 六范围内的随机一名敌人 减12%的防御 派对之亲 在该回合中 没有200点造成的伤害 所有英雄 加三点的护甲 我们第二个人物啊 他也是个矮人 他的天赋呢 也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一样的 第二个厚皮 没有9%的伤害增幅 增加4%的防御 我操 攻防一体 这个牛 坚弱磐石 每当敌人被击杀 加格党 感觉这个天赋更猛啊 这个是减防 这个是护甲或者生命 没减少20 所有英雄 增加1%的攻击 这个不提了 肯定要点啊 第三个人物呢 是个人类啊 他没有这个属性的 各种分裔简易 然后天赋的话呢 也是人类天赋 欢呼 背水一战 加暴击 那很明显啊 他就是当一个远程来用了 那我们可以把那个炮给他 对吧 神秘学 惯性啊 这个是很容易直撞的 祝福术 商人 经验加成减8 但是背包孔草角 闪避加10 稳定性加20 闪避减5 整体还可以吧 这个特性是不是觉得太离谱了 12暴击 30暴伤 20稳定 没有任何负面状态 你一个医生这么夸张的 易受伤害防御前 哎呀 尬住了呀 无能 哎呀 又尬住了呀 但是外科医生这个属性 完全可以覆盖他们俩 问题是不大的 减防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厚皮给他叠上来 我发现他这个避凯啊 还有一个副手避凯啊 他现在副手攻击的话 不好心动点啊 挺不错的 哎 很有那个味道啊 很有那个味道 行 你就图不王了 哎 因为他不是天赋里面 有一条是不穿衣服吗 就这个 当然我应该不会点啊 你这个脸给你捏一下 坚毅的眼神 哇 太英俊了吧 就这样了 我就挺好 我还我真觉得挺好啊 看看这两位 至高王和屠夫王 哎 屠夫王你是不是有点太白了 哎 不管 帅就完事了 好 还有最后一个人类 你怎么是个尼哥呀 不行不行不行 白发老头 落腮胡 但又不完全落腮啊 这个地方是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矮人这个下巴的胡子过于茂密啊 他自认为比不上 所以呢 干脆就剃掉 哎 非常的合理 对不对 装备的我重新分配了一下 至高王这里呢 是拿着个盾嘛 然后穿重甲 然后穿重型护腿 带这个男爵披风 加一点伤害和稳定性 这第一天呢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为了节约时间 就直接掠过了 为什么才A级呢 因为有的人这个血量啊 他掉了一点啊 这是被自己人炸的 可恶 这个地方守护城市 为什么没有满 虽然说是过了顶级的这个奖励了 但为什么没有满呢 那是因为 我自己拆了自己的一个建筑 为什么会拆 因为我们这边全是群商 他站在那两个建筑中间 那我能不把那个建筑拆掉吗 没办法 但是只要过了一级就行啊 精英室还给他挖了 我们其中一个线照的话呢 是第一次挖 减一个人口啊 所以说就是零伤耗 我觉得这样子才舒服嘛 对不对 不然工人那么稀有 我挖一下 还有一个工人 那是头大的呢 先拿黑夜奖励 红色加二的裤子 减五爆 但是加九爆 加十二格挡 哦 二十二护甲 十六命中 七闪避 不错呀 这一星 秘赢加农炮 这个一般吧 还减经验呢 这个就不要了 刷新是有限的啊 不要浪费 防御削减 哎 这个不太好啊 丝绸裤子 减伤害 哦 下面加百分之九的总伤害 尤其是百分之九的伤害 我们后面点天赋之后 还能给我们额外增加 好像是百分之四的防御吧 拿了 然后我们把升级点了 哦 百分之八的伤害 直接拿 又一个百分之八的伤害 哇 这么爽的 远程伤害也不错 但前提是 你不能给他换武器了 万一你后面拿了一个 特别强的这种 近战武器想换 你就尬住了 拿吧 这一波就不太行了 趁虚而入的话呢 是敌方有负面状态 才能这个打出额外伤害 但是我们这边 好像没有什么负面状态 哦 爆伤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你这个暴击率 不是很高啊 没关系 天赋可以加 这个挺好的 加52点护甲 矮人的话呢 天生他这个 回血就比较快啊 所以说点这个 还是比较划算的 尤其是你用这个加盟炮啊 经常需要用到这个火箭条 跳入人群 然后自爆的 要不给他点个快活酒鬼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哎 我把那个 至高王的血瓶拿下 因为至高王他防御很厚啊 他刚刚一点血都没有掉 你说是吧 这个药水不是一次性的啊 它是每个晚上可以用两次 也就是说你可以靠这个加四点部署 点试杀的话呢 也能回部署 而且是无限回 只要你命中的敌人够多 那还是试杀吧 这个滴滴血也可以啊 先试杀 这个血瓶呢 就还是给他了 加部署 可以 你这多三点部署 比这个什么五点伤害重要多了 这种走格子的游戏 部署还是非常重要的 八伤十房 百分之三十的爆伤 剑叶加成也很香 爆伤吧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百分之三十的全局加成了 孤立无援 这个不行 物伤是近战啊 这个刷一下吧 不太行啊 稳定性可以拿一个 天赋给他点收割者吧 杀敌回蓝啊 魔法燃料也很适合他 就蓝量越高啊 你这个伤害越高 然后是我们的矮人之高王 这个防御削减香啊 拿了 伤害八点 他的天赋里面有厚皮 每九点伤害可以换四点防御 什么概念 没有攻了 刷一个攻 这个其实也能拿 但是他没有办法加我们的防御 好 生命恢复力 这个可以 二十的话相当于是二十二点的护甲 又是个误伤 百分之八 算了 拿着吧 因为要没有刷新了 好 然后我们点一个凝洗 直接六十点护甲 一百四 爽到啊 然后再来一个厚皮 目前是负五的防御 点上厚皮 变成了正七 随着我们后面伤害的提升 我们的防御还会越来越高 然后呢 我们造一下家里的建筑 首先呢 就是要把人口拉上去 再把金矿造满 有金币才能有一切 金矿有两种收益 一种是用工人的主动收益 还有一种是每回合都会有的备动收益 还都可以花费金币来升级 所以我们这边先把这些升掉 边升还能边挖金来补充 我们装备给一下 这样的话替下的装备可以卖点钱 80的金币 80金币可以再升一波 然后挖 再升一下 再挖 又有五十块了 突然想起来我们这个场地中央 还有两个大的尸体能看到没有 有红装吗 行家必凯加一 只加3%的伤害 但加30%的中毒伤害 我真服了 这游戏真的太喜欢中毒了 这东西如果卖的话多少钱 二十块 一个人口花二十块钱 其实不亏的 你上你这个地方注重金币 才挖十六块钱 先拿着吧 这个能卖多少钱 这个正好能卖五块钱 哎呦 完美 把这卖了 现在有60 60的话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把这个升掉 升掉的话下游户多15块钱 还有一个的话是 我现在没工人了 升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直接生产力拉掉 三个生产力满的金矿就这么诞生了 只不过这个还没有升满 下游户给它升满 然后现在我们来造一下防御公式 当然优先我们还是造这个投石机啊 造这的话呢 这两边都可以看到 虽然说这波敌人是在上面啊 那可以在这造一个 在这造一个 哎 我觉得可以 城市角落的两架炮车就来了 这里可以来一个 然后这里也可以来一个 因为这边是有沟壑的啊 所以这地方不需要造墙 造 这里暂时没来敌人先不造 然后呢 来一点弩车 驾高弩车的话呢 是不受地气影响 普通弩车的话呢 会被挡住 所以我们直接就驾高弩车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剩下四周的材料的话呢 我们可以造一点墙 别看我们这是木墙啊 在我们这个加成之下 木墙巡量也很厚的 把这上面的路呢 我们给它封掉 不要偷偷摸摸钻进来什么东西啊 一个要二十啊 有点贵啊 不如我十三造个陷阱呢 来一个 这个陷阱搭的位置稍微有点问题 应该再往外一格的 或者两格 在这边搭一个陷阱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你是墙壁造不过去的 OK 材料正好用光 守护者 能给周围圈的敌人加这个护甲 二十点 他自己的话有六十点 可以来上一发末日审判 我们这样子来个两发 这样再来一发 坐这的话坐死五个 坐这只能坐死三个 感觉有点亏 不过把小怪留给鲁车打也可以啊 我们就重点把这个大怪坐死 直接去世 哎 然后我们还获得了这个buff 虽然说我们还能打 但是不能打了 哎 能打但不能打啊 因为我们已经过热了 只能用这个 拳击了 再来个加固 另外一边的话 有一个炸弹魔 他死了之后会自爆啊 如果说让他接触到建筑的话呢 他会直接自爆 他不会平A的啊 直接自爆 给他三拳 给他四拳 给他五拳 他差不多就死了 我们在他死之前撤离就可以 触发了地震波 因为我们刚刚打了两轮三嘛 这样的话相当于命中六个敌人 主要是给这加弄炮用的 但是第一轮有必要加弄炮吗 还能把那个弹给毁了 好像还行 我直接让开 疯狂打响指 你这边来一下 好 然后你让一下 他这个自爆伤害是两格 这边我们正好击杀 这个我怎么办 要不用这个漫天剑鱼 这个敌人挡路了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一个冲锋 直接把这边的五个给他灌了 这个技能可以穿怪 牛的 我少冲了一个 应该冲这儿的 冲这儿的话 我还能原地放两个突破 是吧 我动不了了 我现在 那就来个这个 技能该放就放 好家伙 你这个量 有点大呀 这个里面是有一只守护者的 这个守护者的话 是288的联系 一口毒 毒不死 所以我们就先来一发 真爽啊 我只能说真爽啊 地震波来了 来一发 这个弩车可以射掉 还有一个灵小子在这儿呢 吃我一拳 再吃我一拳 再吃我一拳 难过擦 这个是不会伤害自己英雄的 只对怪物生肖 所以说那就破就破吧 反正这边也没多少敌人 如果这边敌人特别多的话 千万别这么浪费 三点的过热 我需要耗四点 四点的话 正好是两发大炮弹 不对呀 这儿有个炸弹魔呀 这边再来一发 好 我可以火箭跳进去了 伤害呢 是打不死他的 过去之后呢 我们这边投手机再来一发 他应该就死了吧 可能杀还是不够了 你看 263 我可以给他一拳 然后我怪平雪 哎呀 舒服 然后投手机 等下一轮吧 怪出来之后 我们砸一下 结束 正好把这些漏网之鱼打掉 正好把这些漏网之鱼打掉 直接用这个火炮单独给他撸了 拿下 然后前面砸一发 让你们看个爽的 爽不爽 什么叫同时机的含金量啊 我们后面还是给我们的小人点上那个城防剑加城吧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防 它确实是有点猛 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引爆 给你一拳 OK 打完跑路 加个防 加防御 加防御 我现在一屁股跳进去的话 是变成7 是没有办法自爆的 我轰这的话 这个会爆 但是爆就爆了 也不是很重要 OK 陷阱加投石 爽到爽到 疯狂大响指 还剩189 我给他一拳 走了 回起 这个位置正好打死 哎呀 你小子 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自爆让我想到了某一个不太好的回忆 好像我某个小人被我自己炸死了 我应该没有记错 拿下 直接把这个城防加城拉满是真的舒服 下一波敌人的话只从一边来 那不是手的轻轻松松 黑夜奖励 没有红色 大师避凯二级 裂纹水晶七暴击 匕首 刷一下 什么破烂啊 加这个趁虚而入的 男爵披风 先加八伤害 再减七伤害 你有病吧 哦 但他还有这个20点稳定性和六暴击 还有13经验加成 这个微博也不错的啊 是给九防 然后17的闪避 但是我这刷信没用完 我浑身难受啊 我再刷一下 首先我们不需要闪避 其次我们需要治愈加成 他虽然减了七 但他又加了35 还多了四暴三格打 红弩 九命中 六暴 两格技能范围 重型剑失准 突刺剑 爆裂剑 直射 我们可以用这个把那个避凯给他剃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 可以击杀重点单位的东西 这个诗堆我们先免费挖一下 你必须得有那个仙兆 第一次挖才是减一个人口的 19块 第二次挖的话你看就要人口了 然后这个地方 挖 挖 这个地方伸 再伸 然后挖 挖 挖 伸 再伸 再伸 金矿已经拉满了 下一步提炼中心 我每天的资源一定要拉满 不拉满我浑身难受 算一算我的钱 这差不多要100块钱 这个也要100块钱 够倒是够的 但是我好像就招不了第三个人了 我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招 一个人要70块钱 刷新25 火焰速食 这个可以 回来很快 法力很高 很好的战士 时攻时防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 稳定性 多么优秀的前排 还是个矮人 还是个矮人 卧槍 可以啊 越尸 稳定性暴击伤害 减闪臂 你这个越尸和人家外科一身一比 有点太拉了 有点太拉了 幻术师 加命中和防御减护甲 精灵血统减格挡 你这个盾牌也好帅啊 他这个盾牌也挺帅的 这是个野猪啊 这是一个什么 十字军 智剑师 加远程的暴击和远伤的 哦 哦 哎这不就是给我们准备的吧 我吵 加18暴击 6远程 12命中 再加12暴击 你有点夸张了 三个词条 加他们要30的暴击率 所以说不能穿裤子 就比方说 我们现在上个裤子啊 能给到4暴 5命中 12格挡 7闪逼 22护甲 11命中 不穿裤子换12暴击 是亏的 确实是亏的 但问题是他另外两个特性太好了 或者说这三个特性组合在一起太好了 乱暴 说到不穿裤子 我们这边还是有这个优良传统的 你问问隔壁乌十三那个白狼他穿不穿裤子 他也不穿裤子 43的暴击 他基础有13啊 无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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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这太无敌了呀 你还带了门炮来上班了 什么炮 白银加农炮啊 没什么乱用 哎 你这个是个防御头啊 妙的 妙的 把这个都拿上 一点行动力 制高王这个帽子的话会减一点护甲啊 正好是稍微平衡一下 给别人加一点 你还是带这个防御和格挡的 哎 你就是硬成伤啊 图夫王带个闪币吧 他这个鞋子我刚还漏看了 他还给一个部署哎 我的天哪 哎 这这这这也太适合制高王了吧 你这个什么伤害稳定性真没这一点部署重要 我说实话 那你这个伤害和稳定的话直接给攻守了 那他升级的话不用说呀 肯定是要暴击和暴伤 呃伤害也可以 闪避就没必要了 哦防御削剑也不错 奴手嘛 就是我们这边专门点这种大型单位的 语言人伤害7% 还可以 天赋来瓢叶 哦这是那个应急隧道 就是可以直接传到城城中的某一格啊 矮人威胁 知道吧 只不过这个威胁的是我们钻回去 而不是从某个地方钻出去 我们拿这个法力增幅 然后再配这个法力蓝料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因为他蓝耗的这个很少嘛 所以说的话 当前的法力值就会比较高 然后这个伤害增幅的话呢 就一直会有 经验的话呢 他这个是只有20% 完了之后还有限制 我觉得收益不是特别高啊 行 他现在是只有两级啊 这个还点不了 换一个更加炯炯有神的眼睛 嗯这个很不错啊 脸的话也换一个更加精神的 嗯 漂亮漂亮漂亮 49暴击的矮人奴手 名字呢给到我们的舰长 星雨落眠 我们给他稍微魔改一下 就叫星露 一剑可设下星辰 简称星露 然后我们接着花钱啊 提炼中心还没造完呢 现在还有155块钱 那我先把一个升满吧 一个升满的提炼中心 默认是给60个材料 然后我们再耗两个人力 就可以得180个材料 我们下一回合再升 这边是210块钱 得三个工人 就可以再把这边工人 拉满提炼的情况下 再把你们拉满 还有45块钱 可以造一个魔权 我们的小人 不是点了那个法力燃料吗 需要法力上限了 这个魔权只要造出来 每回合都会提升 英雄的最大法力值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小人 给他额外的再加法力值上限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工人就算了 后面可以用钱升级这个馈增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局 搞那么多黄金的原因 因为后面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你们的升级还没点完是吧 来屠夫王正好10%拿了 再拿一个8%的伤害 稳定性也可以 来一个生命值恢复吧 配合我们的天赋还能增加护甲 等一下 多段攻击 我们末日审判就是多段攻击啊 太强了 太强了 不愧是我们的屠夫王 点这个滴滴血 他不会加在面板上 但是实际上是打满血敌人会有 就背水一战吧 事物暴击啊 掉点血无所谓嘛 我们这个护甲你看看158 然后是石膏王 这个七二不舍好像还不错 部数不超过三 近战攻击可以回一个部数 如果杀了一个人还能再回一个部数 哎我们的矮人经常就是走不到别人脸上 这个盾牌A不到人啊太尴尬了 虽然说那个盾牌有冲锋对吧 那这个部数就不用点了 哎呦三点部数 又来了12%的防御削减 后面投射车一砸根本没有满血 但是你可以先这个输出一波 然后再让手机咋呀 拿了 六暴击 生命 百分之十伤害 拿了 别搞别搞别搞 哦 哇这个还行 拿个稳定嘛 因为只有一个耍心了 好 稳定性达到100%的时候呢 攻击会一直造成伤害上限啊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是我们的帝国队长 先给你点一个防御训练吧 我们投射机反正全力开火的话 每一局干掉个 二三十个敌人 应该问题不大 五格没有敌人加十二 十格没有敌人加十八 哎我记得我之前玩的时候 独狼他不是这个格数吧 他应该是改了啊 正好他有防御训练 我们就把他一个人放到一边去 靠着防御剑主来这个防御 对吧他自己又很猛 然后还能吃到那个炮塔的经验 太完美了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我觉得这个部署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你那边打完了的话呢 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支援 哦还有伤害真舒服啊 那个命中其实我也想要 孤立无援的话 对他这个武器不是很友好 稳定性只是个白色的刷一下 哦来了个绿的 还有五刷 奶奶的还不如就拿那个稳定性呢 啊这个勉勉强强吧 哎呀我的评价是不如稳定性啊 然后干一下我们的防御设施 可以来回传送 就这边打完你可以传到下面来 占一格还不错啊 但是我选择还是造投射机 还是投射机牛逼 旁边有沟河啊 就直接造了 然后再补一下弩车 爽死了爽死了 把这里给他补一下 就没了啊 这个也行哎呀 石墙木墙炸了哎呀 能堵住就行 对不对 破破烂烂的也别有一番风味 绿皮风 哈哈 开堂手 我们弩手一剑怪他200多 那当然是暴击啊 重型剑一剑可以怪 暴击的话是400多 但这个剑的话呢 会让敌方闪避体制 打中了但是没暴击 来一发穿四 还不暴击 你这个暴击率49真的是假的吧 好终于最后一道暴击了 四下抬走这个 也不能叫精英怪吧 一个大怪啊 给这个蛋来一下 哎正好暴击打死了 哎呦还可以吗 打蛋倒是挺能暴的 说你暴你又不暴了是吧 你小子 石膏王直接冲进去 先打四个 他没有点那个处决啊 所以说这种血量的话都斩不掉 再来一下 加了两点的行动力 你们看到了吗 我又有五点行动力了 用不完 根本用不完 又加两点 这个天赋 太强了 太强了 顺便还能敲个弹 哎呀真舒服真舒服 让他被包围啊 稍微过来打点伤害 但是你这个位置应该是独狼 只有 对只有12的效果了 当然也还行 总比没有好 福部王就随便轰一下吧 都没人让你杀了 刀刀暴击啊 巴杂料啊 哎呦 出了几个女妖是吧 正好了 正好我觉得帝国队长没事干 弩箭射了个半戏 枝高王在面前的话完美的扛住 没有人可以让他哪怕一分一毫 就这么嚣张 出了一个毒蛙出了两个切割 两发正好击杀 然后现在是五点 五点的话我再开一炮到七点 七点然后我一屁股坐下去正好杀光 没行动点了 你这就很尴尬好吧 我是想往这走一步然后放个这个的 但是刚才没打死的话我多放个这个就得浪费了 142给你一拳正好打死 周围一圈加点防御 两个闪避怪 这里是吃12% 那你先往这边走一点 正好把这边几个切割着给他点了 这位置能射吗可以的 好那你这边应该就是还是12% 这个太近了是吧 走到这儿呢 百分之三十 这儿还有切割着 那是这个好了 OK OK可以 这明明是黄金法师 为什么要叫帝国队长 因为我本来不想让他当法师的 他只是正好有一个拳套 是个魔法伤害啊 很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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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火箭跳我直接蹦进去 你们看这个伤害直接炸了620 我们放过了一次火焰冲击 但是我们的热量还没有下去 那如果我再蹦一下他还能再炸一次吗 卧槽真的可以 这也太猛了 给你一拳 走了 拳给你杀了 然后帝国队长这里的话 可以直接引爆这个 全部击杀 好 伤害也不俗的 虽然这个位置吃不满这个加成 但是伤害也不俗了 完美防御 他打我们是零点血 你们看到没有 防御加格党啊 真的牛 真的牛 这边正好下来一个贯穿技 这个位置这一发我觉得还可以啊 但是打不到那个大怪 还无所谓 爽 再来个这个 暴击打四百多 哎 我是看你不穿 我是看你有三条暴击特性 我才拉你进来的 结果你一发都不爆 神医低血 what the fuck 新武器也太强了吧 B手跟这几个一比就是废 正常的啦 哪个游戏卖TLC不得把这个东西做得强一点呢 不然没人用啊 加格党 二十九的格党啊 六点过热 也就是说我只要轰一炮 我就能直接踩进去了 掉十点血打四个 不划算不划算 但如果你不打的话 那这游戈就不动了呀 就浪费了 你这四点行动点 法力值全都不能干活了 你可以拳击 你可以拳击 我杀还不低呢你别说啊 又没爆 好 nice 先把这个大了打死 然后触发地震波 再给你们两个来个狠的 好好好 然后再给你一拳 然后跑路 你看一动点高的话就是那么的轻松血液啊 涌进来了呀 有个墙要碎了 笑死了 哇这一发打满了看到没有 拿盾的就是要冲在最前方 站在敌潮之中 如果你是打个口子再进去 那会浪费伤害的 哇 杀了几个 应该有七八个吧 一剑就抱你的狗头 一贯四 爽 再贯四 再贯四 哇 哇 就这个游戏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的爽 你们知道吗 就爽 没有别的啊 就爽 给你一拳 再给你一拳 走了 然后再给你补一剑 然后再拉过来 重击剑 全部杀光 独狼哥纯混子 也还好吧 这个武器后面会给他换的 又挂机了又挂机了 佳人们又挂机了 哈哈哈哈 砸 再砸 哇 杀疯了杀疯了 无敌 太无敌了 哇靠 六级六级六级四级 双S 哦 下一波的话是三面来抵 也没有来精英怪啊 刚刚那一波 所以的话也没有那种大尸体可以挖 那就随便挖一下吧 开挖 没人口了 搞一点 然后再挖 把这边的伸一下 这边再伸一下 然后再挖两下 爽 再把这个伸掉 好 这样的话呢 他也是涨六十了 但是呢没有多余的工人给你分配了 我们给魔权伸一下 最大法力是加十 本来是加六 好 然后呢 得给他们上一个工人 那可以给星洛加一下这个法力上限 那本身暴力就高 对吧 加伤害的话呢是非常划算的 舒服 舒服 预言台这个东西呢 能够消除武器 但是啊他需要工人才行 但是啊他需要工人才行 掌法力值 然后挖钱 挖材料 没工人了呀 真没工人了啊 哦不对 我有五个房屋 这儿还有房屋呢 这边三个这边一个 还有一个在哪儿呢 哦在这儿呢 啊我还能有两个工人 预言台的话我们下一步再造啊 造一个神庙 这神庙的话呢可以每回提高我们所有人物的这个生命值 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要么我再生一个房子把这个给生了 两个工人换24点生命值划算吗 两个人口我看了一圈啊最多是可以拆掉这个废墟 得到38块钱和33个材料 有这38块的话我好像可以再造一个水泉了吧 对我可以再造一个墨泉 这样的话呢又可以提升全体的法力值 这个24就不加了啊等后面我给这个生了加32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再造个魔拳 然后呢两个免费的加蓝正好给我们的星洛用上 哇真舒服真舒服 再来领一下我们的黑夜奖励 后里卸上了就两斤红装 横冲直撞闪避蔓延这个不行 这个还可以 钢步枪 哦手弩来了 手弩非常强哦 还是个8%的手弩哦 你上面这两个词条有点意思啊 加17%减17%是吧 还是不要 哦 哇上来一个减9伤害你说我还需要看吗 哦加一点行动力耶 这要是个加9伤害我就开心死了 哦他加两点行动力看到吗 好爽 就回次了 给个好货吧 给个红 G 没有红 现在是多段加1 多段加2 第二套装备的属性也能 就给你这个人的 就你不需要切换 就放上去就有效果 那我这波人审判现在能轰5发了 给我们的图防升级一下 有一个8伤害 5脑拿了 啊 又来一个多段 我4点来能打 30个敌人 30个敌人 天赋点一个神秘学 多带一件饰品装备 然后是我们的枝膏王 哇 哇 步数行动力伤害 生命值暴击 我的天哪 这次终于让我看到了这个 提高稀有和罕见概率的这么一个加成效果了 五脑伤害 因为伤害还能配合天赋加防御 现在已经有22的防御了 哎 就拿这个吧 再加11点甲 我们现在160点甲 行 我们之高王现在这个武器不太行啊 所以说经常一巴掌抡上去有人没死啊 我们就这个斩杀给他补刀 帝国队长 又给10防 又给10防 拿了 爆伤 但是你没有爆击啊 你就太差了 狠冲直撞你也没有 我点个凝血 再来个生命恢复力 好像也还可以 点上 然后拿这个 这样的话我拿这个还感觉自己不是特别亏啊 130点护甲也还可以 然后是我们的新弱 哇 百分之伤害可以 百分之八伤害也可以 好 爆伤25% 虽然说刚刚那战啊展现出来它的爆击率有点假 但是该点还是点啊 百分之七 还可以 再点出这个厚皮 我们目前伤害增幅是百分之六十二 有了这个之后 我一个弓箭手27的防御 至高王才22 你拿个塔盾战盾才22的防御 我拿个小破弩27 我们这边再补两个弩 好 然后我觉得可能需要稍微的修下墙 因为你修墙的话是比造墙便宜的 如果我升级的话它会直接满血嘛 我试一下 这人还要我修 很烦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第四晚上就只能留到下一期来给大家做了 从头看到现在的各位呢 雨淡幕可以走一走 喜欢本期视频的 也不要忘了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